安全管理措施主要分成五大部分 社交文素、戴口罩、安全距离、工作场所限制、以及场地容量 现在我们将根据这五个部分放松一些防疫措施 正如总理刚刚公布的,从3月29号开始 社交聚会人数将从目前的五人增加到十个人 这表示我们可以十个人一起用餐 每户家庭每次也可以接待五个房客 可以回到办公室上班的员工比例会提高到75% 大型活动的场地容量也将提高到75% 戴口罩方面,我们还是需要在室内场所戴口罩 不过在户外,你可以选择不戴口罩 最后,如果没有戴口罩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放松这些措施是我们在抗疫路上的一大步 我非常感谢这两年来大家的合作和努力 尤其感谢我们前线医护人员的付出 但是我们还没完全走出疫情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警惕 负起社会责任 让我们继续往以官病共存这个目标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